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糖尿病同症酸中毒实际上是糖尿病的急性严重的加重 所以往往这些病人糖尿病的症状很明显 极度的口渴 多瘾 这个症状明显 但是同时因为有同症有明显的酸中毒 所以一旦酸中毒了以后 食欲就明显的下降 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这些情况 另外因为恶心呕吐 可能又不能喝水 咽食 再加上明显的多尿 所以病人往往有明显的脱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检查的时候 就会病人发现四肢冰冷等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表现 因为身体里面有比较多的酮症 那么这些酮体可以随着呼吸呼出来 所以我们往往的病人更强以后会闻到 病人呼出的气味里面有一个我们叫烂苹果味 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味道 所以这些就是糖尿病酮症的酸中毒的一些表现 那么特别要提到的糖尿病酮症中毒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状态 应该要积极的救治 因为这个如果是要延误治疗 可能会危及到病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下期待会有所谓的糖尿病酮症的糖尿病酮症呢 所以我们下期待会有所谓的糖尿病酮症的糖尿病酮症的糖尿病酮症